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这个节目叫还钱 钱在我们生活当中 尊敬的各位领导 我们各位朋友 各位来宾 女士们的乡亲们 我想死你们了 大和尚 你们俩怎么会知道 我非得说我想死你们呀 别的你也不会呀 怎么说话呢 这是冯老师 什么叫别的你也不会呀 那应该说 根本不会别的 我首先祝朋友们的事业 像是不会的中国馆 红红的 我祝朋友们的日子 像亚运的接力 火火的 我祝朋友们的生活水平 像嫦娥二号 稿稿的 我祝朋友们兜里的铁 像我老婆的肚子 虎虎的 这个肚子看着就痛快 虽说里边不是我的 但是我 说清楚了 什么叫不是你的 哦对了我没说清楚 朋友们 这里边可不是孩子 是昨天我早大节 捡到的一个大皮包啊 那是我岳父的养老钱哪 整整十万块呢 十万哪 得买多少方便面啊 掌嘴就方便面 咱都行北京人了 你就不会买点榨菜啊 百钱坏人家 不坏 照着名片打电话 他们都不来取 是他不让 我能让吗 到你们家去 弄不好你就得给他 来个印蛇出洞 掉虎离山 关门打狗 渡龙抓鸡 混水摸鱼 瓮中捉鱼 你等会儿 你老公究竟是什么动物啊 你什么动物也不能去 那我要亲自到你们家去送 为什么也不同意呢 我能同意吗 你上我们家去 我经常不在家 我媳妇这么漂亮 你去 是不是 是什么呀 所以咱们定了个中间地带 世纪谈 街头 快点啊 你磨磨蹭蹭干什么呢 赶紧走 我揣着他我快得了吗 你过来 过来 哎呀 注意观察 来 你背着 我背着这么个乌龟壳子似的 我前面走 你后边跟着 社区的群众怎么反应 朝人姐姐放光辉 别人遛狗他遛鬼 还是你揣着吧 我揣着他我难受 你还享受的 刚才坐风交车 不都给你这样坐吗 小头都不敢下手 那是 他要是下手啊 那就不光是警惕问题 还有作风问题 对了我听说 这个警惕问题背后 还都是作风问题 哎 到了 他们怎么还没来呀 我定的是四点见面嘛 这都五点多了 你说不许人堵车呀 咱不是头肿舞从田同院出来 现在能到电视台吗 是不是 这都理解万岁嘛 来了 后边还 还跟着个红马 估计是保镖 埋伏 哎呦你走啊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你 废话 就你长个包子样 还怪狗跟着 这 呸 对暗号 远上寒山 石静霞 石静霞 静霞 哎呦你酸不酸哪 还静霞呢 霞霞 白云神处我和他 你干什么去了 接了个帽子 原想王子惠公主 却是恐龙见情娃 明月即时有 抬头自己瞅 温君能有即多瞅 恰似一虎二锅头 爹 亲爹 品种弄错了 没错 借着钱他都叫爹 亲爹呀 这笔钱我爸靠他养老 我妈靠他社保 我儿靠他高考 全家靠他温饱 如果要是丢了 我爸不能养老 我妈不能社保 我儿不能高考 全家不能温饱 我还得像牛一样 贪黑起草 拖拉快跑 吃的是奶 挤的是草啊 兄弟 你放心吧 为了你爸的养老 妈妈的社保 儿子的高考 全家的文保 为了你不贪黑起草 不吃奶起草 这十万块钱 我还真还不了 怎么还不了啊 我得问清楚了 你这十万块钱 你是哪儿丢的呀 你这十万块钱 是哪儿捡的呀 你哪儿丢的 我说哪儿捡的呀 你哪儿捡的 我哪儿丢的 这么说我是闲捡的 我好丢的 那这不是你的 是我的 是你的也别瞪眼呀 和谐社会讲究的是淡定 你给我定会儿 你瞪眼我都怕你啊 我可是当今武林界的认才 那我是当今武林界的天才 你天才比我认才 你不就多了个二吗 我怎么二了 我比较和动作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狗熊丧树 嗨 这是什么动作 这 这 夜内叫怀中抱月 嗨 这个夜内叫什么 这是 又抱一个月 怎么老抱月 你抱奏牛啦 嗨 奏底老抱着 你等会儿 说话这女的 是你什么人哪 她是我的宝男 你好 保安怎么穿黄衣服啊 呃 皇家保安 你这保安好大的肚子 这是来自皇家的问候 好肚有肚 你这孩子什么时候生啊 拔一会儿高生 刚生完怎么又怀上了 我们怀的是双胞台啊 双胞台怎么不一块生啊 拔一会儿没什么好节目 都等着出来看春晚 你管得着吗你 你看他们俩就狗两口子 嗯 这孩子指不定是谁的呢 就是 你要是说准了就是你的 别看那边 你敢财吗 你要财准的这里边是什么 这里边的十万块钱 就是你的 是 你二傻的呀 你都告诉人家来 哈哈哈哈 这还用猜吗 他都告诉我了 你这里边是儿子 我是二傻子 我庆幸的是 我碰上个大傻子 这家都不是他们的 走 哎 走了 不能走 你是儿子 你干啥 老公 漂亮 孩子掉了 我不是故意的 快送医院哪 对 保住孩子 保住孩子 保什么孩子 你们还加孩子这么点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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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包真是我的 怎么能证明 怎么能证明 这里边有什么 十万块钱 嗯 还有呢 一张名片 对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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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呀 一张漂亮女孩的照片 嗯 嗯 嗯 老婆 齐杆 这个女孩儿 长得什么样 闲门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都过去了 过不去 过去了 过去了 过不去 过去了 我就知道他不是这么好动力 你看他那德性 这不我吗 您 您看 一个德性 你们怎么把钱揣怀里啊 就是 是 这是十万块钱 要搁我们手里丢喽 我们得扫多少年大街才能换上 我们头中骨就出来了 打敌怕贵 坐公交怕丢 只有揣着他怀里 我们行李财踏实 这叫绝密押韵哪 你们可倒好 自打接了电话 就没相信过我们 更没拿我们当过好人 就我们这个形象 我们像坏人吗 咱像吗 不怎么像 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 心里边连点隐私都没有 同事们都说我 真浪费了一张鬼鬼祟祟的脸 我们是情结工 但我们不占别人便宜啊 我们得到每一分钱 都是一扫数一扫数 扫出来的干净钱 好 四处应该有掌宠 你们真是好人 隐藏很深的好人 就我们俩是好人啊 这鼓掌子这不都是好人吗 给他们谢谢他们 谢谢好人 哎 挡着好人的面 把这钱数数 不用数了 你们不仅是城市的美容师 更是心灵的美容师 我们美不美得无所谓 你还仍然晃帽好看 不不不 红帽好 红帽看着就振奋 这个在长安街上一跑 一跑 奥运火炬 又传递了 咱们回家吧 老广 咱给人捡了十万 他不发杂五钱 真都是心灵的美容师了 咱们走 等会儿 没走 钱我们收下了 这包 您留着背吧 这 这 归我了 再见 再见 再见了 谢谢了 这里面还有钱 你们的一万块钱 送给你们了 谈好了 好什么呀 赶紧把钱坏人家 你快去啊 等会儿 找你们五钱 钱给人家 找你们艺人五钱 对了 朋友们 还是咱妈说的好啊 好人一生长寿啊